豬 豬這個鹽就像水一樣都寫得很大 不過鹽的話要稍微這一段要稍長一點 不然要像水布長一點丟下來弄上去 然後這裡非常緊湊不太長 一般都習慣拉長 這裡沒有拉長 所以這個字氣比較方正 然後上來以後斜斜斜斜 斜過來再斜過來再點 最後壓下來 所以這個字的姿態本身不是很重 嚴格來講左邊會寫稍微渾厚一點 這字看起來是比較端正 端正有時候會襯托其他不端正的字 所以有時候端正不是不好 而是旁邊就要有一些搭配 不能每個字都端正 帶上去扭下來 斜過來 斜上去 斜上去目的是為了寫這個 斜下來 斜上來再帶過來 然後怕字歪了這裡就用力一點撇 準備寫下一個字 豬 公 上面的豬是方正 但是站的位置比較大 那這公的站的位置面積比較小 但是這個撇還是非常的寬厚 然後突然變細 然後準備寫下一個筆畫 這公出現好幾次 這一撇都是鋪開 非常大 超乎你的想像 公 剩下來就寫得非常緊 準備寫下來 主要是這一個筆畫一定要寫出來 好 公 公 窄 這一樣是斜的 滑上去 遠轉下來 逆回去 撇過來 車張開 縮緊 縮緊 拉上去 不在直線上 這不是對齊 不要讓它對齊 然後上去以後 用力拉下來 停住 煞車 撇過來 最後點 撐開 往外張 若即若離 然後注意這個橫畫 短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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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欸 是有節奏的喔 再一樣 有些筆畫是滑的 有些筆畫是膩的 有些筆畫過來是膩回來 一坨在前面 帶過來 扯過來 扯過來 有些是膩的 有些撐開 有些縮緊 有些縮緊 有些撐開 帶上去 不一定要在 這個不要再一直線上 好了 以後再逆上來 準備寫這一邊 停著 帶上去 帶上去 是為了 上面還有一個撇 所以它這裡有圓徑姿勢 撇 帶起來 這個點 稍微若即若離 往外開一下 好 窄 9 上去 這一邊的水部都寫得很大 旁邊反而寫得很小 除了這裡還夠厚以外 其他就寫很小很緊密了 所以其實這個水在這一邊裡面都非常的明顯 然後中間縫隙都很近 每次有水都幾乎都碰到 上次還有穿粗的 所以這個水啊 在寫的時候要把它表現出來 這也算是它的特性吧 這水扭動 然後這個都很大 很大以後再接下一筆 繼續寫 然後其他筆劃就覺得好像沒有那麼的明顯 所以變成瘦瘦的靠冷靜 帶上去 稀稀瘦瘦的 帶上去 就覺得好像那個水特別大 中間把中間密度控制好 中間密度控制好 好 9 1 2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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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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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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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 2 2 2 4 2 4 2 3 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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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 3 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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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5 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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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5 4 5 4 5 5 5 6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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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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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7 7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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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6 7 6 7 7 7 8 8 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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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7 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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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後寫的很直 它撇的好直喔 鈉比較平 撇好直喔 然後兩個很密 然後又來一個直線 然後左邊點 右邊點的很高 所以字還是有點斜式啦 但是因為它這邊比較重 所以有時候會有視覺常會壓下來的效果 好 剛才我們寫到一半 而在上面 魚 它下來以後還有重新按著 然後再撇 撇的比較直 然後它的鈉很渾厚 不過寫的比較平 這是每個人寫字的習慣都不一樣 然後寫完以後 這邊的縫隙啊非常的緊密 不要寫太寬 然後再來要準備寫下面這一樹 下面這一樹寫的還蠻長的 好 這一樹還寫的蠻長的 而且頓 圓 其他以後再用輕巧的點 來輔佐這種比較 厚 笨重的 樹 所以字看起來是很有姿態的 好 魚 魚 然後魚 感覺比較簡單 點 帶 流動 過來 那中間的轉折還在這裡 這裡折的最明顯 這裡是圓轉 這邊是方折 還是要把它寫出來 有時候我們覺得那個簡單的筆畫 有時候不好寫 因為錯了沒辦法補 點 帶動 然後這裡還是有硬折下來的感覺 好 魚 疾 點 懸空 短橫 拱起來 拱起來 掉上去 用力點 上來 中間很密很密很密 過來 所以中間這裡梳的 這裡梳的 這裡梳的 所以這蜜 蜜蜜 酥酥酥 然後寫下 準備寫下一個梅 好 第一個點是懸空的 產生高峰 墜石的感覺 蘇谷說的 寫上去 然後這個是這樣 滑過來 然後帶上去 用力的點 分量出來了 然後中間又夾在中間 不張開 準備寫下一個字 疾 梅 那剛才疾比較長方形的 梅這裡下面比較 下面這裡重心偏低 非常低 上面窄 下面低 所以這裡拉下來 又短的 突然拉開 寫下來 寫到這邊來 然後帶上去 繞個圈圈 拉過來 照理說這裡應該要凸出來 不過以這個筆試來看 米符在寫的時候 這裡是拉出來的 這裡反而到這裡就勾上去 直接這邊伸長 這邊縮短 梅 還是有點姿態 來試試看 剛才寫到上面接下來的筆畫 接過來 齊筆 然後齊筆這邊以後折 帶過來 然後他這邊有點像蛇 其實這邊是寫長的 寫長沒有關係 那帶上去又倒是這邊到寫短了 這個地方到寫短了 故意寫短的 帶過來 帶過來以後這邊在旗筆扭轉過來 左邊長 右邊短 大概是這個意思 梅 因為這邊方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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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帶上去 方折 突然這邊好像在那邊伐站 拉了好直喔 然後往側邊撇 然後再點了稍微往上一點 然後左邊是一組 右邊是一組 然後左邊比較大 右邊比較小 這兩個看起來蠻可愛的 好像兩個東西在對峙 左邊是方正的 方的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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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折上去換右邊的折 折下來以後 他出來拿一個很乖的筆畫 然後這個往旁邊撇 點稍微高一點 要拉一下流動 好約 折 上面這個明就張得好開 繞個圈圈下來 這個直直接縮小 然後再縮小 然後稍微張開 所以張開 縮緊縮緊縮緊 又稍微張開 折 那我們也一樣 上面的明張開 縱落崩营 侵入殘翼 繞圈圈 然後中間開始 縮小 繞圈圈 看到不到中間的縫 然後左右再稍微拉開一點 斜上去 後面稍微停一下 不要太草率 字 扇 扇最後一個字 一定沒地方可以寫的 其實他這裡應該有伸出去 從這裡下來 勾下來 因為右邊他都比較低 所以這邊要給他寫長一點 寫長一點 然後扇這邊點上去 又上去 這邊縮了好幾桃蜜 好蜜 好蜜 稍微張開一點 最後結束 好 我們試試看 扇 因為最後一字 所以下面的被切掉有點可惜 其實他應該是保持的 類似想要這樣寫的感覺 掉上去 然後這個戴上去以後 抬高 折 折 剛才講到這裡可以縮小 縮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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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稍微張開 最後 停住 拉一層左右斜式 好 好 好 來吧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